為了可以讓老大人吃到更天然、更安全的點心 好不然上K社區特別安排主家庫廷 請老師來跟阿公阿嬤做雪Q餅 利用簡單的實材 規格到在地生產的土豆 讓市大人知道土豆有不同的食法 也讓大家給予一項料理 讓他們可以清楚 做給自己家裡的人享用 老師和前面的阿公阿嬤最小的睡眠 稍等一個製作料庭 因為這次郭北町社區特別安排主家的客廳 請大家來做雪Q餅 讓阿公阿嬤在過年的時候 可以再吃手機 用這個好料和家人分享 交長輩可以在家自己DIY 那因為我們過年也快到了 那剛好結合就是在地的農產品 對然後做雪Q餅 那也可以送青盆蠔油 然後就是在家自己吃也都很OK 因為做法都很簡單 材料也都很簡單 因為雪Q餅的製作方式很簡單 而且手術用的實材在超市就買得到 所以也讓阿公阿嬤 結合一項手機 未來就不用開錢買點心 自己親手做就可以了 喔 真好有真讚 怎麼說 有這裡還有熱 有這裡還有熱 很讚 喔 很開心 我每年在吃這個 我們女兒都沒辦法吃 阿嬤也做過 第一次做 很讚 我也要自己做 不然我們女兒都沒辦法吃 我覺得這個雪Q餅來教我們 真的不錯 第一 它的材料是 真實的材料都沒有加防腐劑 所以我們吃起來很健康的 再來它的步驟蠻簡單的 所以我們如果在家最想要吃 可以自己做 這次特別安排這個客廳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希望 加入在地生產的土豆 讓大家知道土豆有多少這樣的食法 並且希望之後 可以當作社區行銷的一個部分 那這次做雪Q餅呢 最主要就是說 花生產業呢 不只是只有炒花生 花生糖 那我們是嘗試用我們在地的花生 加入雪Q餅裡面 那當然呢 花生這部分他有先用 炒過 鹹鹹的一點點這樣子 那加進去的話 那個味道真的很不錯 那長輩也透過這樣子 在那邊烹飪這樣子 其實一個樂趣 就是在歡樂之中 完成一道料理 那當然 完成一道料理的話 如果這個東西可以做 作為社區一個行銷的賣點的話 我覺得這樣對長輩 有一個回規機制也很好 其他頂級社區的士大人 可以將這次所有的出路 工夫發揮出來 未來讓來這裡觀光出頭的大家 可以吃到他們充滿愛心的好處 記者臉部的參謀報導